HELLO 各位觀眾 今天我又經黃江口岸來深圳玩玩玩 大家可不覺得 自從多了連堂口岸之後 經黃江口岸過關的人少了很多 市區有跨境巴士來黃江口岸 不用左轉右轉 我都幾喜歡在這裏口岸過關 今天我們第一個行程 就會去車宮廟站 由旺桿口按蓋 坐7號線就可以直達車公廟站 快到了車公廟站 我們先出行 這裏上面 車公廟站其實是四條線的大站 也蠻繁忙的 我們還要上多一層才找出口 我們回到D2出口 平時在車公廟站轉車多 回到大街也是第一次 試試一下 車公廟站出閘後 D2出口之前 有一個入口 那裏就是豐盛町商業步行街 裏面有很多商店 等一會我先和大家走走 現在我們要出走 轉 offshore走 出到處環境 這裏很多食店 一接完路走 這裏整條街都是餐廳 招牌又寫着泰盐四路 這裡有些文具 有些餐廳 全部都是吃的 雙送飯 正 這邊車公廟 美食伯伯 現在身處就是在車公廟 車公廟站出來 現在是太延路 現在見到有美團單車 租租 我們等一會去十畝地 租租車 有些人說登錄不到 試試看可以登錄 我登錄美團 不知為何每次來到大陸 美團都會登出 租單車的時候還是要重新登入一處 首先打了大陸的電話號碼 然後給我們4位數的驗證碼 然後輸入就可以了 三位數字 登錄了 我們找回騎車的APP 試試按一下 看看怎樣 現在數碼 試試試看 可以嗎 換一部 試看這部能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很方便 開鎖成功 現在開始計算了 如果是橫車的話 按橫車的字 它自動會上鎖 這裡踩單車小心 因為都有些電單車 我們現在要去 十畝地 前面一個商業街 看看太延四路的周圍環境 這裡應該都是舊區 不過很暢旺 周圍都是商店 還有食肆 這裡有些美團單車 剛才我們用美團APP 鎖了數很快都租到了 其實在深圳 租一部單車到處 玩真的不錯 不過它要橫單車 要白色的框框 就橫才行 其他地方不讓你橫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前面過了馬路 有個大型的商場 十畝地 位於車公廟站 車公廟站 你不可以四處橫 一定要白色的框框 標示的單車 才可以橫 要按出來橫 按手機出來 按橫車就可以了 OK 聽到聲音 這部車就橫了 看看多少錢 哇 過半而已 立即支付 立即支付 現在看到前面的商場 就是十畝地 位於太延九路 就由車公廟站 私出口 播放大約五分鐘 就可以到達 這部商場主要都是吃夜為主 上到二樓 我看到全部都是餐廳 所以在車公廟找的食物 就不會頭痛 那天我們大約下午1點半 進來商場 裡面看起來就比較靜 不知道是不是人家一早吃完飯 就走了 這裡有一間河烏魚 重慶味道 吃火 不過去到大陸 很多大型商場 我覺得日後都很安靜 要到了晚上才人多 可能平時的人都會上班 到了中午的時候 有很多大公仔又是包火吃 所以中午出來走的人又比較少 剛剛走的就是二樓的樓層 我們下到一樓 其實這兩層大多數都是餐廳 大家看到一間食火鍋 還有這間燒肉的酒館 其實來到車公廟周圍 我們都不熟 不過都是租這輛美團的單車到處去 現在我們試試用微信中 美團的小程式可不可以租 有不熟悉 小程式 我們 試試行 手葉 手葉 接著怎麼 騎車 接著可以用數碼 可以數碼 好 試一下 微信內 美團小程式可不可以租車 到這裡 測試一下 看看能不能 因為剛才美團已經可以了 看小程式可不可以 可以數碼 可以嗎?可以嗎?可以嗎?可以的,開了鎖了 我們用微信小程式也可以 好了好了,我們繼續踩到其他地方 這次租車我們就是用微信中美團的小程式去數碼租 之前我們第一次已經用回鄉卡和大陸電話號碼已經驗證了小程式的美團 大陸電話號碼就在盧登記,當然要10名登記 所以橫車的時候就開回程式,按橫車就可以了 但不可以周圍橫,一定要找到指定的位置 有四方跨角單車標誌的位置 關注成功,請檢查車框並代號隨身 這其實是車公廟站,地下街 在地出口,隔離的位置進入 現在這裡,大多都是食店 都是餐廳多 大陸最多的就是美食街 現在差不多兩點鐘 見人都不太多 通常在大陸這些商業街,晚上特別多人 冷氣都夠了,這裡很涼爽,今天特別熱 看回這裡,有些買鞋 還有一些餐廳,買衣服的 這裡吃螺絲粉,紐洲螺絲粉 然後,咦,有間咖啡廳 咖啡室 還有這些串串,應該是特色的小食 在大陸很多,看到很多串串的小食 咦,這個商業街很長 其實這個豐盛丁商業街 在車公廟站很多的出口都可以進來 這裡有些餅 跟著都是小食 在這裡找東西吃就不怕,一定有得吃 看看大家合不合吃這些東西 走開來走開 走開,走開 忘記了這便會看 太多酱骨 然後,我要到來吃 一口 湯丁商店 一口 不是熬珠公嗎? 珍珠奶茶 哪有喝過? 這條博人街可能跟女士走多些 因為見到有很多買衣服和化妝品的店舖 現在大約外面的氣溫三十多度 幸好這條博人街裡面的冷氣夠充足 所以我們在這裡慢慢走都很舒服 還有很長喔 繼續走下去 這條地下街都很長 真的幾長 可能也有幾公里那麼長 不過有時候除了吃之外也沒什麼地方走 這個好像有冷氣 夠了涼爽 如果夏天來這裡走就不正 值得一提就是除了現在我們走豐盛丁波人街之外 其實車公廟的美食都遍佈到處 由這個泰然四路一直走到泰然九路 都有很多出名的餐廳 例如我們吃過的順德宮 繼續向前走 看到這間萬利記長沙米粉小食 我看深圳也開了很多間 接著這間吃雲吞的上海菜 這間龍門客棧 不過不是那個龍 這間龍門客棧 都差不多走完 我們前後一來一回 都已經繞了一圈 那邊拿